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刷牙 洗脸 准备呗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又到我们读经的时间咯 今天我们来看到 约伯记第十章 我厌烦我的性命 必由着自己述说我的爱情 因心里苦恼 我要说话 对神说 不要定我有罪 要指示我 你为何与我争辩 你手所造的 你又欺压又藐视 却光照恶人的计谋 这是你以为美吗? 你的眼起视肉眼 你查看起向人查看吗? 你的日子起向人的日子 你的年岁起向人的年岁 就追问我的罪孽 寻查我的罪过吗? 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 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 你的手创造我 造就我的四肢白体 你还要毁灭我 求你纪念 制造我如团泥一般 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 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 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 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 用谷与精把我全体联络 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 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 然而 你带我的这些事 早已藏在你心里 我知道你就有此意 我若犯罪 你就查看我 并不赦免我的罪孽 我若行恶 便有了祸 我若为义 也不敢抬头 正是满心羞愧 眼见我的苦情 我若昂首自得 你就追捕我如狮子 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 你重力见证攻击我 向我加增恼怒 如军兵跟患者攻击我 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 不如我当时弃绝 无人得见我 这样就如没有我一般 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坟墓 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 求你停手宽容我 叫我再往而不返之先 就是往黑暗和死硬之地已先 可以稍得畅快 那地甚是幽暗 是死硬混沌之地 那里的光好像幽暗 今天读经的时间就到这里结束咯 下次还要去跟我们一起读圣经哦 拜拜